最近有多位观众向我们反映 他们和杭州京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了合伙人协议 代理推广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叫做京小喜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有惊无喜 眼前这几位都是京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城市合伙人 他们来自安徽上海江苏等地 有的只代理一个城市交了18万 有的代理多个城市交了七八十万 来自上海的张女士说 她一直想投资新零售领域 去年在网上看到杭州京西网络的招商广告 就到杭州参加这家公司的招商会 对方的产品是一款叫做京小喜的手机APP 这个APP它注册注册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验证码的 那你在没有没有拿到这个代理的之前 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下载下来去实际去用一下 张女士交了18万成为上海地区京小喜APP的代理人 合同上的合作内容一项写的是 甲方将京小喜APP相应行政区域城市相关权益授权给乙方 乙方负责授权城市的业务拓展招募相关门店及服务 并同时享有相关权益 张女士说招募的钱100家门店 加盟费用全部归他自己公司不收取 实际操作的时候公司发给他近5000张面值100元的折线卡 只要把卡里的钱充值到京小喜APP上 在上面购物时就能底线 向线下的实体门店去推广这个APP去加盟我们 加盟我们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交998的加盟费 然后送给他再送给小店这样的抵扣卡 拿这个抵扣卡之后就是说 然后让小店再去通过他自己的客户再去开发APP的精粉 我们管他叫精粉就APP使用者 小店加盟了你们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小店加盟我们之后就是宣传说是叫 首先他可以拿到一部分的返利 这是其第一个实际上的收入 就是他在网上购物能拿到一部分的返利 同时也可以实现在上面去卖东西 也就是说张女士招募一些实体店 让他们在京小喜APP上开店 同时把折线卡发给这些实体店 让他们把卡卖给顾客 告诉顾客用这个卡在京小喜上买东西能打折 藉此吸引用户 张女士说推广了20多家店后 他逐渐发现这个APP有问题 第一是实体店在京小喜上面开的网店 可以说只是个摆设 这个是跟我们地区合作的加盟的店 然后这些店它只是在上面一个信息的展示 它也实现不了商品的交易 另一个问题是 这个APP虽然看上去和其他购物APP差不多 但他本身不卖货 点开任何一个商品信息都会跳转到淘宝的页面 而所谓的打折购买商品 张女士发现并不是因为有折线卡 而是这些商品本来就有优惠券 我现在里边我充了1000块钱 里边还有975 我们先买个东西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席页吧 然后我点这个吧 买这个席页 这里显示比用价购买可以是24块9 第15 那我现在先用原价购买一下 跳到淘宝是吧 对 然后原价购买跳到淘宝上 然后在这里可以领券 也可以领的 对 那你买一下是吧 是24块9 也是这个价 对 他这个券就是说就是淘宝 人家自己本来就有的 张女士认为 所谓折线卡对消费者来说 其实是多此一举 而这个APP本身更像是一个领优惠券的平台 不像一个购物平台 张女士从去年11月份成为合伙人 到目前为止 招募了24家实体店 另外几位合伙人表示 他们的情况跟张女士差不多 我都说这个没有人用 然后商家也不愿意推 那前夕我们有些店也是按998收费的 然后人家就给我们的推广人员打电话 说要退钱 说你们这个就是骗人的东西 现在张女士和几位合伙人希望 公司全额退还合作款项 找到位于海威大厦的杭州 京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说要去通知公司的法人代表陈总 让记者和张女士等人在一间办公室等候 等了十多分钟工作人员回来答复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截止发稿前没有收到京西方面的任何回复 几位合伙人将情况反映到了杭州滨江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表示会介入调查 要不要把黄金演技术报道 记者使用》